本期节目给大家分享的是变形金刚王国系列D级别巨蝎勇士 感觉已经过去了好久 原始兽才终于又出了一名成员 而由于我对宠类玩具较有偏爱 这只巨蝎自然也不能错过 随和抽到的随机闪卡是恐龙勇士 但揭开表层 内部居然是金属变体版本的黄暴勇士 不知道这算不算个信号 系列是否已经准备推出金属变体 主体方面巨蝎勇士是个非常典型的五短身材 当然原设定就是如此 也没太多道理可讲 一对巨大的蝎钳是标志特征 背后巨大的蝎子尾巴也是招牌之一 不过蝎腿部分在背后收纳的很乱 头腰部分依旧没有令我失望 凶恶程度满点 身上的质感纹理和涂装分布也很舒服 可动方面也基本都在及格分以上 尤其是手部的蝎钳张开幅度相当大 蝎子尾部也同样可以向前翻折到很大 腰部转动虽然是短板 但转动幅度也基本够用 配件方面有招牌的双头导弹 还有标志性的小苍蝇 小苍蝇还做了分色涂装 也是难能可贵 将配件安插在蝎钳中心的孔洞 战斗状态的巨蝎勇士同样十分威武 巨蝎勇士的伪装形态自然是一只蝎子 整体效果来看仿生感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背上的纹理质感很有感觉 不过蝎尾部分只有最后的两段可动 蝎腿虽多但也没有太多玩点 主要的可动依旧集中在蝎前 也就是人形的手臂部分 武器配件的搭载和人形也是同一位置 和独蜘蛛黑寡妇摆在一起 王国系列的超能勇士造型普遍偏写时 那么抓紧来将巨蝎勇士变成蝎子形态 首先将蝎子后腿下旋180度 中间的两条腿旋转180度转到外侧 前腿部分也是类似的操作 然后将肘部弯曲 小臂部分外摆90度 再将前置部分转到虎口朝上 将头部抬起避让空间 再将前胸盖板通过中缝向两侧翻开 然后低头顶住胸板边缘 再将肩膀根部上翻竖起 前翻装部松开后方插栓 再将装部双关节下拉竖起 腰部顺时针旋转90度 将背后盖板向上翻起 拨动边缘 翻出内部的蝎子头 再将背部盖板前翻盖平 人形的右腿逆时针旋转90度 再将脚跟上翻 插接脚腕插栓 左腿也逆时针旋转90度 脚尖部分上翻到推不动为止 然后将腰部关节下折竖起 蝎子尾部尽量放平 将左腿整体上翻 直到嵌入蝎尾下方 脚跟部分从前方的孔洞露出 就算对位 右腿部分则向前方折叠 盖平在身体下方 直到塞入胸部内侧为止 最后将蝎腿根部下翻到底 再简单调整一下姿势 巨蝎勇士变形完成 那么都看到这里了 不想点赞加个关注吗 更多内容持续更新哟